我常发现很多的父母 真的是很爱自己的孩子 在教练中反而把这些焦虑 还有这些不安的情绪 送到孩子的心里面 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 快来看看 亲子间的情绪勒索 六大巨型 你做了没 第一种情绪勒索是 我都是为你好啊 难道我会害你吗 其实这一类的语言 是一种绑架孩子的语言 常常让孩子不知所措 而且他的情绪起伏会更大 第二种情绪勒索是 你怎么讲不听 你是不是要把我气死你才高兴啊 其实孩子不听话 根本就没有要把你气死的感觉 是你自己把自己气死了 所以这一类情绪勒索的话 会让孩子很焦虑很紧张 第三种情绪勒索是 你表现得这么差 真的让我很丢脸耶 这一类的语言呢 无形中充满了比较 会让孩子自我否定 而且会让他自信心低落 第四种情绪勒索是 让孩子说我最讨厌妈妈了 这个时候大人可能也会回嘴说 我也很讨厌你 这一类的语言呢 会让孩子怀疑亲情 因为大人用亲情这件事情来当赌注 希望孩子听话 第五种情绪勒索是 我对你这么好 你是怎么对我的 这句话呢 会让孩子心里过度的羞愧 他有可能接下来会暴怒 也可能会有逃避的行为 因为你让孩子不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 第六种情绪勒索是 别人可以听话 为什么你就是做不到呢 这句话呢 你以为传达的是 希望孩子可以听话 可是听在孩子耳朵里面 是充满了失望 还有放弃的语气 最后呢 孩子会觉得自己自不如人 教养是要教孩子 从错误中去反省自己 而不是逼孩子就范 学会拥抱哭泣的孩子呢 是大人的课题 不要让他们情绪起伏更大